超過300萬人在李若潔內來著名的 科巴卡巴納海灘迎接教宗方濟國 教宗乘坐的專車沒有防彈玻璃 除了沿途揮手又下車握手 和興問一位坐輪椅的人士 教宗主持晚討時首次提到巴西 自上個月起爆發的反政府示威 呼籲社會加強溝通關懷弱勢社群 本身是足球迷的教宗 又呼籲信眾堅守信仰 能夠從天上獲得比起贏世界盃更豐厚的賞報 他稍後會主持普世青年節閉幕微實 並宣布下屆舉辦普世青年節的地點 外界估計亞洲和非洲會是大熱門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 李可文報導